随着北半球气温逐渐升高,防晒用品的生意也跟着火了起来 浙江一屋不少经营防晒用品的商户接到了大量订单,呈现产销两望态势 今日记者实地探访,首先作访了防晒用品生产企业 生产车间内随处可见工人们忙碌的生意,一件一件防晒产品 在缝纫机的搭搭声中逐渐成型 企业负责任吴小红告诉记者,他们的企业原先是生产保暖用品为主的 最近四五年发现防晒用品的前景广市场大 因此选择更换主赛道 最开始就是冰袖帽子,这种防晒面罩就是这几年才开始带动起来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就是大概一个订单的话 是件数的话大概在个20万斤左右 包括就是说防晒口罩面罩这些任务的 之前我们最早是做欧美市场为主的 这大概也是这三四年左右嘛 我们转到日韩市场 就是说现在我们公司主要做日韩多一点 像这些任务都是从不出道出日本、韩国的人 近年来,义务防晒用品厂商主动求变 对接市场需求提升产品附加值 对于国内外市场出现的新趋势、新潮流 吴小红谈起了自己对未来产品发展的畅想 因为我们主打的就是这种户外系列的 户外系列的话就是说现在很多就是说人都喜欢出去旅行各方面 我觉得这个市场就是说还是挺大的这种防晒内幕的 像比如说像我们这次的周阳帽和空点帽各方面 就是说这段时间都卖得挺好的这样子 这段时间我跟客户接触 他们就是说希望一些包括我们防晒的什么 也需要一些高科技的 他需要什么防晒的指数 达到就是说UPF50加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义乌国际商贸城 看到许多外商前来洽谈业务 近几年随着脸基尼、冰袖、防晒口罩畅销海外 不少产品机身热销榜 国际商贸城的商户们也加快了产品更新换代的步伐 现在这个帽子的话 就是主要做披萨还是零售也做的 都做啊都卖的零售也卖 新产品以后都是更新的 零也更新 没有新产品不行 做不动的 像我们感觉这段 就是最近近几年来 防晒需求越来越增大了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是有发展前景的 所以这边又单独开了一个 专门卖防晒内幕的店面 像我们今年的话 步面会有一个创新 像往年的话就是 紧轮的 原沙水洗就是防晒的嘛 像我们今年在步面里面 添加了一些抗菌的成分 还有玻尿酸 就是使步面更柔软一点 更贴腹一点 然后抗菌的话 就是对敏感机会比较友好一点 最大的外贸订单 老师来外科兵秀